而县议员王燕美则是针对了南区的稻米、西瓜、芒果 因为气候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他希望县府能够协助农民申请灾害的补助 另外则是针对了县府大型活动 也还希望能够遗失到南区来办理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2020年气候变迁与水和气候相当的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造成稻米变成空包蛋 还有西瓜爆裂的情形以及芒果采受不佳情况之下 也成为鲜眼王燕美执行的焦点 希望县府农发出能够多多关心农民种植的情况 能够协助他们申请补助的措施 各位相信大家好 今天燕美执行的重点就是希望我们县政府 发挥团队的精神 帮助稻农也好 西瓜农也好 王果农也好 甚至养鸡农也好 让他们得到真正的法的保障 不要因为一个大集团来毁坏他们的生活能力 另外中的活动都在北区办理 有时候可以移植到南区来举行来活路地方 另外针对193000大桥也希望幸福能够进行规划 建一条大桥来方便南区的交通便利 他希望我们不要重北侵南 把所有的活动都在北边办了 我们南边没有一个好的活动在南边的话 那我们的经济就永远跟花莲是不能比 接下去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建设 193的建设也是往北区发展 南区一点都没有 现在南区在贺岗 瑞穗的贺岗村到玉里德武里 没有相连接的地方 需要能够架设一条空桥的景观大道 让193线有连接性 让我们南区有一个观光景点 让全国民民众不但来饭桌的同时 能够走我们空中大桥的话 增加我们南区的观光收入 现任外员表示南区虽然是以农业为主 地方从来建设也请县府能够多多关心 而南区也需要更多的交通建设 就是要带动地方的经济火落 记得终于华山北岛